大家好,朋友们继续来MAS学院学习自动化测试随机内容的一个使用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XPath它的一些相关的操作 首先我们了解了XPath的一个定义 以及如何在我们外部招招中使用XPath来定位我们的元素 第一种方式我们介绍的是什么呢 使用这种仿邪杠 以及就是说根据它的绝对路径来查找元素 第二个是使用它的类似于相对路径 就是相当于查找你整个文档中所有的节点 然后根据这个节点的一些属性呢 就是它的一些标签名来查找它相关的元素 第三个呢我们介绍了元素和我们节点 就是节点之间的关系 包括我们当前的一个节点 以及我们负节点 以及我们负贝节点的一个关系 第四个呢我们讲了at这种方法去定位元素 就是说首先我们查找到这个文档中的所有的元素 然后呢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一些属性来定位某个元素 比如说我们使用XPath定位百度主页中的一个搜索框 那么呢它有一个如果它我们知道它有一个id属性的话 那么呢我们直接就可以第一个查找它所有的元素 我们来在这里空写一下 第一个是查找它所有的元素 对吧 查找所有元素中呢 这个它必须要有个at id 它的属性是什么呢 比如说是kw 那么呢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就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输入框 而不用输入 如果说我们有那个放的element by id 这个是可以直接查找的 但是呢我们通过XPath呢也可以直接查找到 第三个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使用cant来统计 某个元素的个数 它这个个数呢返回的是负节点中包含刚前元素 个数的这个节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说明cantXX等于2 那么就是统计XX包含这个XX元素 个数为2的一个节点 那么它返回的是我们的一个负节点 那么这几个呢我们继续来学习 查帕斯中一些方法的一些使用 就查帕斯不仅包含我们上几个数 说的这种简单的一法 它里面呢还可以参加着什么呢 参加着我们这种函数式的一个方法 那么呢我们还是先要打开我们这个ID 就是Python那个ID 我们调整一下它的框的大小 首先我们要 from Celenium import web driver Celenium import web driver 刚才那个敲错了 然后呢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 B等于web driver的 fairfox 然后把这个路径显记下来 拷贝一下 打开之后呢 我们使用B的get 还是要拿到我们当墙的页面 -test.html 回车 大家看我们把这个页面露得成功了 让我们看一下页面那个值 我们再数一下这counter ere 等于 b的find element better path 我们首先要查找到所有的元素 这个元素里面呢 我们要定位什么呢 counter input 等于2 比如包含两个 那么ere的tagname 是谁呢 就是form 那么我们要查找form的复节点 我们直接把这个拷贝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 查找的复节点 我们可以这样 点点 出彻 然后一眼而一的tag内容 大家来看我就查找了包顶 这个是通过这个来使用的 那么同样也可以修改一下 我比如说想查找这个p节点 p节点指报号一个input 那么那么就可以这样 等于1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ere它的tagname 是谁呢 就是p了 这是content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方式 这个呢 就是使用local-name的方式 去查找tag为xx的元素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使用这个取的时候呢 它取的步骤是这样的 首先去查找所有的节点 第一步 然后呢 我们来查找一下local-name 很等于xx的元素 我们来看一下 ere等于 b的 fund的element 来查pass 首先我们要查找所有的元素 所有的元素中呢 我们要使用这个 local-name的方式呢 那等于谁呢 比如说我们要查找这个input 我们看不看这样写的可不可以 这个input呢 我们要加个引号 试写 ere的 它的内幕 大家看它找着了 ere的getoutbuilt 我们这个里面呢 它是有一个内幕属性的 大家看我找的是age 就是第一个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看成什么呢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ere等于b的算的element by xpath 什么呢 先查找所有的元素 查找元素 查找所有的什么呢 查找所有的input节点 那么是不是可以给这个做一个等号呢 ere的getoutbuilt 内幕 其实我们这个表达式呢 类似于就是这种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local的一个使用 但是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我们这local呢只是引住了 引住之后呢 我们可以什么呢 可以做其他的一些操作 比如像这个sat width local name 就是说我们来判断一下 就是所有以这个 就是所有tag开头 是以x开头的元素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 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 ere等于b的算的element by xpath 首先呢 我们查找的还是所有的元素 这些元素呢 它的 sats 位子 local name 必须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必须是以x开头的 那么呢 我就可以以i开头 这样呢 我们看行不行 ere的tag 这个是ere的tag name 再来看 它这里呢 都是以input开头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查找的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ere的get attribute name 大家看 找到的是age 这个就是使用sat width 来进行一个操作 那么同样的呢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呢 content 就是包含 就是我们这个tag name里面 它要包含x元素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想 我们把这个改一下 cobby 粘贴 我们把这个sat width改成content content 超错了 content ere的get attribute 再来看 再来看 ere的tag name 再来看 它找的呢 是tattle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找的呢 并不是只有input了 我们这个tattle呢 也包含着i 所以说我在这里 只查到了这个tattle input之类的 这些都能找到 那么我们比如说 像查找一个 那么我们查找最后一个 我这个怎么操作呢 拷贝 我们这个返回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content 返回的应该是 一个它里面所有的元素 那么我想查找最后一个 我们可以使用lars的一个方法 再来看 最后一个还是tattle 这说明我们查找的呢 嗯 它是分段查找的 有可能这个hear的里面 它查找完之后呢 就不做 查找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里面 lars呢 还是它自己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可不可以给它做一个限制 比如说要查找这个form里面的input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写呢 ere 等于 b的fund element b xpath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我们要确认的是什么呢 是form 我们要查找到form form里面 它所有的input form里面呢 我们这样就可以写了 所有的节点 所有节点里面呢 我把这个考过来 考位 然后我们在这里 张贴一下 把这个条件 语句给它贴过来 我们在form这个表格下面 所有的 找到它所有的元素 form里面有个br 对吧 有一个input 在这里面 所有行有add 回车 ere的 什么呢 tagname 大家来看 是input ere的getatbuilt name 大家来看 是first name 那么现在我想查找 比如说我这里面还有n个first name 然后还有last name 中间后面加一些其他的属性 比如说家庭住址啊 email啊 电话啊 我都可以给他用input的方式来表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条 那么我呢 把这个改一下 拷贝 首先我们在这里拿到的是 当我抢在这个表达式中 大家来看 他拿到的是所有的一个input元素 他返回的时候只返回第一个 然后呢 我在这里敲一个last 大家来看 我在这里敲一个last last之后 我回车 ere的get getatbuilt 内幕 大家来看 我在这里查找呢 就是他最后一个了 大家来看 glass和force 它这么一个查找过程 那我们可不可以为last减移呢 我们看他支不支不支持 这个应该是这个得验证一下 纱斯 建议 这个有错 我们再重新弄一下 给贴全 你再把这个浪往这边拉一下 调整一下这个格式 ere的tug name 还是input ere的 that atbuilt 内幕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确认我们的last呢 返回的就是我们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列表中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这个contents之后呢 就这条语句 它里面返回的呢 就是在这个perpass中呢 它是把这个所有的input呢 都放在一个列表里 放列表中之后呢 我们可以使用last 返回的最后一个什么呢 它的一个索引 这个索引呢 大家来看 一二三四五 这个last肯定是返回的 比如说它有五个 那么我返回的就是五 就是四 四减一然后取第三个 第三个又是减一个 因为这里面现在只有两个 对吧 那么last最大值是什么呢 就是二 二 因为我们单独取的话 二肯定是last内幕 而一的话 二减一 一的话 那么肯定就是force内幕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呢 来进行一下区分 就这个就是使用这个格式来进行取 那么呢 看完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contents contents呢 这个是包含 我刚才做的一个 这个也是contents 包含这个i 那么最后呢 我们看这个strewn strewning length 也就是统计什么呢 统计我们这个长度 tagname的一个长度 就是tagname它的长度 是三个元素 那么可以这样写 一眼二 把这个拷贝一下吧 还是 这个表达式可以这样写 所有的阳素 对吧 所有的阳素中呢 有一个表达式 四肢定 它的 length 这里面它有一个参数 是 刀口 内幕 然后再来看它的长度 是 横等于3 那么input 我们看一下的是几呢 input是 12345 横等于5 那我看这样行不行 ere的getbutbute内幕 ere它的tag内幕 我们来看一下 是title 因为input和title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找到了title 这个就是使用 strewning的一个length方法 来查找一个元素 这是XPAS所支持的 这个呢 就是使用这些方法 去查找元素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那么下面呢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什么呢 这个多个路径查找 这个多个路径查找呢 相当于 过的一个方式 在我们语言中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想查找这个 所有的元素 包括input和title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查找 ere等于b的fundelementbatch 首先我们查找的是 所有的什么呢 所有的tattle 或上什么呢 所有的input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返回值 ere的tag内幕 大家来看 它返回值 首先tattle 那我们看最后一个 是什么呢 这个返回值之后呢 它理论上这里应该会 有一个 last 它两个反过还是title 那么就是说 这个返回的呢 就是这两个和这几个 合在一起的一个 元素 它返回的是第一个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获取多个元素中的 一个方式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使用xpass 来定位元素的一些方式 和方法 通过这个呢 我们在后期 做那个元素定义的时候呢 我们就比较方便 因为在某些 就是html页面中呢 它有的属性呢 并没有给出来 比如像一些id啊 name啊 pys啊 这是没有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xpass 来使用元素定义的方式来查找 我们来打开我们这个页面 我们使用审查元素的方式来打开这个页面吧 我们首先要打开这个 我们使用浏览器打开 再来看 在这里呢 我可以什么呢 使用fairbug 查看元素 我们在这里会诱击 然后在这里我们会复制xpass 我们把这个复制出来 然后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值 我们在这里使用这个来查找一下 ere的fund element 再xpass 我们看一下它的值是多少呢 再来看 它和我们刚才那个绝对路径是一样的 也就是在我们这种使用fairbug来查看的时候呢 它返回的永远 基本上是会设置的绝对路径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很长的话 会怎么办呢 这个不是ere了 应该是b的fund的element 再xpass 我们前面是ere等于 然后ere的 tagname就是inputere的get built name 大家来看它是age 这个就是通过绝对路径来查找 因为当我们每次复制之后呢 它基本上复给的全是绝对路径 那么如果我们打开一个百度 我们使用chrome打开的 等一下啊 我在这里敲锁 w.ro.bd.com 大家来看 我在这里使用审查阳素的方式 然后定位到了这个什么呢 定位到了这个输框 对吧 然后呢 我使用复制xpass 拷贝xpass 大家来看一下 我这个xpass到底是多大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使用货 它直接就使用这种xpass了 然后id等于kw 那么就可以使用web driver 直接定位这个了 因为在某些页面中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查找 那么为什么还要讲xpass呢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希望后面 如果我们做那个手机测试之类的时候呢 那个xpass到时候 它是没有办法直接拿到的 你必须得手工分析 所以说呢 我在这里把这个xpass做了一下讲解 这个呢 也是让大家熟悉一下这个xpass 好 那么这个xpass 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讲完了 讲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元素 它一些操作方式 这个呢 前面已经做仰式了 Clear Thundercase Click 以及Thundermate 这个我们讲了Thundermate 我们要做实验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然后前面这种三种方式呢 我们已经讲了 Clear 就是清普元素中的内容 Thundercase 就是模拟按键的一个输入 Click 就是模拟点击实践 好 那么呢 这一块呢 就是关于这个元素的一个查找 我们基本上就讲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 除了cont 我们还有这个 LocalName 以及它的一些相关的方法 使用xpass来定位 这个文件中的元素 好 那么通过这个呢 我们元素定位这块就讲完了 那么后面呢 我们去讲web这边的其他的一些操作 好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